天气讯息又带您来关心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零嘰嘰 受到了辐射冷却效应 再加上冷空气发挥的影响 北台湾有多个县市最低温都降到了10度以下 其中平地最低温更是出现在苗栗灶桥只有6.6度 而台北市低温也只有13.9度 这样的温度已经达到大陆冷气团等级 也就是说这是39年来最早清洗台湾的大陆冷气团 气象局也说了会比想象中还要冷 就是因为天气晴朗再加上风很弱 所以辐射冷却效应才会如此明显 湖面上雾气楼绕 这难得美景出现在新竹峨梅湖 因为实在太冷了 湖面出现蒸发雾 11号清晨新竹县多地跌破10度 让人感受到这波东北季风带来的辐射冷却威力 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各地都可以感受到气温是比较低的 大概在中部以北的地方 然后还有金门跟马祖的最低温大概普遍性是十二度到十四度左右 看看十一号全台最低温出现在苗栗灶桥六点六度 新竹额梅也只有六点八度 桃源大西新北树林新竹香山最低温八到九度 而在北市气象局测站在凌晨三点十分降到十三点九度 符合大陆冷气团十四度以下的标准成为三十九年来最早冷气团 但气象局解释因为地域十四度时间不长 没有把这波冷空气升级为冷气团 但北北极的确冷嗦嗦 人工侧站基隆七度九点六度 新北双溪也不到十度 气象局解释低温主要是辐射冷却影响依旧不升级 本来就预计这波冷空气加上辐射冷却的效应 它会相当的接近冷气团的这个边边 那事实上也大概就是在十四度上下零点几度而已 就算民意上没有冷气团 但其实不少民众已经寒冷油感 照过低温中午稍微回升到十八度左右 提醒民众即便小早回暖还是多的将外套来保暖 记得让开黄云霆 艾塞军小组采访报道